熟了吧 哇哇哇哇 那么大的烟 哇哇哇 那个螃蟹红了 Yuppie GoGo Les amis 师徒的小凯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Yuppi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呢 我是在斯里兰卡的泥干部这个城市 来了斯里兰卡 大家都知道要吃螃蟹 但跟着我不列塔尼空军女王 怎么只是吃螃蟹呢 今天我就要带你们去 抓螃蟹 哈喽 哈喽 这就是今天要跟我一起出去捕蟹的当地人 叫Danushka 现在渔民小哥和他的同伴 正在整理捕蟹网 在泥干部湖里抓蟹 全都要使用这样的大王 你看他们的浮漂相当的原始 就是一个泡沫球 Fish 这是一种鱼节 跟我谈鱼节 这玩意儿我不是相当的熟练吗 现在呢 我们就到了Danushka的这个小排船 咱进去看一看 从这个小排阀上 就能看到泥干部的这个西湖 这个面积好大 跟海一样 我的天老铁 不会是要让我搭这种小排阀吧 哈哈 这跟那种独木舟一样 这个宽度 像泥干部的西湖 它的深度不是很深 它的最深处也就差不多到我胸口这个位置 老铁给我开一个椰子 青椰子 像斯里兰卡的椰子非常的多 它怎么搁得像我们那边的捞木干油 椰子那个香气 像这种青椰子 没有那种黄椰子那么甜 但是它的那个清香的味道更香 还跟摄影师还开一个吗 不必了真的 大可不必 干了这碗装醒酒 天咬如远 果子整种 好了 兄弟们 我们要上船了 Danuska已经准备好了他的这个船只 他家的船还相对的比较大 上船了 哎呀 我也不怕 出发 还有另外一艘船跟咱们一起出去 因为拉网需要多人协助 像西湖 它是由泥沙堆积 相当于把入海口那个地方断掉了 然后就形成了这种湖泊 尼干布细湖是斯里兰卡最富饶的水域之一 南北长12公里 最广端3.75公里 因为与印度洋相连 形成了淡水和咸水的一个结合 在这个湖里的渔业资源非常丰富 盛产斯里兰卡著名的大青椰 现在弄了一个这个杆子在这儿 相当于立一个庄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下网了 这样把湖面拦截起来 螃蟹就会进这个网了 我经常一天到晚在海边上搞 对下网这种东西都是很了解了 虽然经常空军 大家看这个网它会破 是因为那个螃蟹它还要吃这个网 所以说像这种网的话 很快它就会换一张 这张网大约应该得有上千米吧 我感觉 现在我们就已经下好了网 大概只等得到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咱们就会去收网 太久了那个螃蟹就跑了 像泥干布湖旁边的这些当地人 他们几乎都是靠渔业为生 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个湖边 像一般斯里兰卡 男性他们就出海或者出湖去捕鱼 而女性就负责整理这些网 像这样的网大概都有几千米长 这个东西不是兰花线吗 我在法国也捕 只是法国的大小比它更大 然后身上好像也没有什么花纹 老哥要带我去抓什么东西 我也听不懂 这摸啥呀 在这摸什么东西 它让我来摸 是贝壳 那么多的吗 我试一下 我刚才说错了 这并不是河 这就是咸水 其实就跟海里的那种蛤蜊一样 小哥们还养了蚝 这里面其实是野生的蚝 他们抓起来了 先放在这里 就一会儿 看我们抓了那么多贝壳 这些贝壳都是附近的餐馆已经订了的 现在咱们就准备去收螃蟹了 今天能不能抓上螃蟹来 拭目以待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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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OK 好 能不能抓起来 我也不知道 今天他们说风浪很大 像螃蟹只有在低潮的时候 哇 哇 来到那里 那么大一个 哇 天 这边就是我吃的那种吗 那么大一个 哇 天 看看 哇 那么大一个 青蟹 哇 前面前面前面 有一个 这个就小 这个就小了 你看 哎呀 哎呀差点掉了 差点掉了 这只就小了 这只跟我们吃的那种大闸蟹差不多的大小 这个很凶 这个小的很凶啊 现在举着钳子呢 哇又来了 天哪 确实多 这个螃蟹你看这个还在一直一直在那晃 你看 哎 哎 它快掉了 这个没有钳子 这个螃蟹 渔民老哥特别害怕我被夹 他要把那个螃蟹在那个传言上磕一下稍微 这个螃蟹没有钳子 有可能它是想断臂求生的意思 又来了 又来一个 又来一个 大家还是能看得出来啊 像泥杆布湖上这个鱼叶啊还是相当发达的 这个湖里不仅能够补螃蟹啊还能补鱼 来吧来吧来吧小螃蟹 你又来了 看又来了 你看脚都挣扎断了 看见没 它这个脚都已经挣扎断了一只了 哇天 像这些渔民说呢 在这个湖里不仅能够抓到这种蟹 其实还有很多蟹类啊各种各样的 但是最多的还是这个蟹 因为旁边全部都是红树林啊 所以说红树林就长这个东西 我直接就来了 直接就来了 我天 那么大的蟹 我那个天哪 哇 看 哎呦 我没办法弄过来 看看这个 它现在完全被 哎呦它夹我 我 哇 我没办法弄它 只有让老个来 噢 来 它们对于这种已经完全的轻车熟路了 这么大的蟹 哇天 它怎么长在里边的 你看它的嘴 哇 那么大一张嘴 看见没 你看它的这个钳子有多大 那么大的一只螃蟹 哇天 然后渔民马上就会把它套起来 跟咱大杂蟹似的 你看直接马上给它绑起来 螃蟹补完了 现在咱来点狠的 直接去红树林里把它炖了 这个红树林真的是绵延了 不知道多少公里 树林里面有非常多的鸟类 还有一些动物在里面安家 从水上看斯里兰卡 就另有一番风情 像现在在斯里兰卡的河里 还会有一些野生的鳄鱼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在这种浮海里是没有的 我知道你们也不担心 你们巴不得我被鳄鱼叼走 到达目的地看看 前面全都是红树林 老哥带我们来了一个他们自己经常来的地方 你们看在这个红树林里面 好多螺 这是什么螺 长那么大一个一个的 你看这种大小 这个大小跟我的手长差不多大了 这东西能吃吗 这是什么操作 为什么下面还要整一个这种光本 它是用椰子壳来生火 我还以为拿来装饭 这是怎么要突然起火吗 把螃蟹那个扯了 放在这个铁锅里 来上椰子壳 直接就在上面烧 好了 就这么在里边煮 这吹得烟雾缭绕的 我的天 说什么真正的美食在哪 真正的美食就在这种地方 再弄点蒜 然后什么辣椒 什么他们的香料 什么西红柿 洋葱 葱 葱 葱葱 对 闻上去没有什么 就像那种草本植物的味道 没有太重的味道 这么看有点像槐花呢 倒着还有些这种狗 在这守着吃东西 真好香 老哥给了我一个东西 让我尝一下是什么 哎呀 这一坨 看上去不太妙啊 是那个 那个东西叫什么 酸饺 就是长得像豆 但是是酸的那个东西 国内叫啥来着 我一下忘记了 知道了 小火包 弹幕上面 熟了吧 哇 哇哇哇哇 那么大的烟 哇哇哇 这个螃蟹红了 老铁让我来炒 好吧 真想测我的厨艺啊 小意思嘛 这个 还有我们准备的这些香料 哇 下去 哎呀 好香啊 哎呀 老铁们是那味儿啊 那辣椒什么洋葱什么的 再放一点就是刚才那个酸饺的那个水啊 咖喱里有时候有一种酸味啊 是来自于这个东西啊 那么大一袋辣椒啊 你别逗我啊 我现在 哎呦 哎呀 哎呀 这个就是他们的啊 经典咖喱了 咖喱粉 来 来混合一下 嗯 椰奶 哇好香 再放一点这个香草 乌龙嘎 这是什么 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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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觉得啊 我那个粉丝群里都是黑粉 好我们煮熟的螃蟹啊 然后直接一锅倒 哎呦 倒进去 香死谁我不说哈 螃蟹配上这种香料 整个香上加鲜 天气有变啊 我现在只能先回去 吃个螃蟹也是醉了 我天 哎呀 你看这个湖面上 这个雨 这雨大的我天啊 哎呀终于靠近他们的小排阀了 上岸了 我们的螃蟹也熟了 哈哈 别人整了 还摆一个花呢 还有摆盘的样子 整得好漂亮啊 岸上的小姐姐们 还给我烤了一些斯里南卡囊 看看 这就是今天我们补的大螃蟹啊 看看这个大钳子 好了 哇 哇 这个肉 这一大块蟹肉 大螃蟹里的一个肉 我天啊 刚才补蟹小哥说了 今天我们补到的这两个蟹都不是特别的饱满啊 就里面的肉伤度比较少一点 说实在的 蟹这个东西啊 你不影响它鲜味 它鲜味足 它肉少一点倒是无所谓 这种现补现吃的蟹肉啊 真的就很好吃 再拿一个他们自己烤的这种囊饼 饼的韧度非常的好啊 而且里面能看到这种千层的感觉 把我刚才弄的蟹肉包进去 来再蘸一下这个煮螃蟹的汁啊 太香了 辣是辣的点 但是味道真的不白的 又鲜又辣就是这种感觉 都到这一步 老铁们不点赞关注起来吗 我就说了嘛 只要点赞关注的多好 之后呢我就去到更多的地方 搞更多的野 更多有趣海外视频记得关注有品 每周六更新 别忘了转评赞三连哟